好 柯文哲遭到說壓 境界如今旗下的眾望基金會 也被爆出金流有問題 所以民眾黨澄清說 基金會跟民眾黨眉關 但是網紅四茶貓提出質疑 虽然這民眾黨副秘書長 許甫批評他是側翼狹邊故事 但是對此呢 四茶貓也反向 如果真的不相關 為何許甫他會有基金會的門禁密碼 大門貼上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的署名春聯 這裡正是眾望關懷基金會 前一天遭媒體人 踢爆募款金額流向不明 加上地點與柯文哲辦公室重疊 都位在台坡大樓二樓A2 不免遭遲疑莫非背後金流 又與黨庫掛鉤 眾望基金會 它是一個基金會 它跟民眾黨組織沒有相關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回應 失口否認及切割 強調外部機構與本黨無關 不過網紅四茶貓 秀出八月三十號連檢搜索 科辦的這段關鍵畫面 直接狠狠打臉 直接民眾黨副秘書長許甫 背著鏡頭輸入密碼 隨後進入辦公室 四茶貓質疑 要是基金會與黨毫無瓜葛 為何還能掌握A2辦公室 門禁密碼 面對質疑強調絕對依法依規 據許甫則透過臉書回籍 聲稱自己當時是透過科辦 幕僚得知密碼後才進的去辦公室 而且全程配合檢方行動 也有媒體直播 痛批四茶貓 根本是側翼編故事 不過既能詢問到大門密碼 似乎也證實科辦與眾望 確實關係匪淺 金華春案還沒解套 基金會財務漏洞又遭踢爆 戰狼夫婦急著為主席開脫 不過眼下處境卻持續走下坡 記者吳永安 黃啟洋 SNG小組採訪報導 音楽